公庙征才你会应征吗 位于南投民间乡知名的松柏林寿天工 在脸书上开出了32K征文宣专员 征才的内容强调必须要有大学的学历 会摄影电脑设计还有仪式规划等专长 工作内容包含了企划课服文史调查收集 新闻稿撰写等等 及多项技能于一生 还要精通国台语略懂英日语 让网友大酸才32K真的是超喜悍 宫庙内香火鼎盛信众多一不绝 这里是主司选天上帝的南投松柏林寿天工 今日庙放在官方脸书 PO出招募文宣专员启示 先起网路乐意 公告大大写着月薪 三万两千元工作内容 却是包神包海 从企划客服仪式流程规划 到文史调查收集 街头艺人展演安排等 还要精通台语 日语也要略懂 即十八般武艺与一生 是你会应征吗 现在年轻人应该也不太会愿意接受 这个薪水不怕说服我 神迹问了民众看法 看到这工作项目都眉头一皱只摇头 而是真才启示 网友也开酸 这比开龙头浮的血还血汗 还说薪资有经过九个圣杯同意吗 还有网友开玩笑说 已向玄天上帝禀告这薪水太少了 妙方惨遭炎上紧急出名澄清 我们只是要增加一个人来混乱这个团队的工作 妙方解释该职却是招募文宣团队伙伴 并不是一个人承揽全部业务 妙方也说原文不会商会保留网友留言 还特别强调是管理团队的疏失 与玄天上帝无关会虚心简讨改进 妙与真才文成了网路讨论焦点 也意味让民众了解到现代妙物繁重 成了另类宫庙行销 简直成南投报导